来下 刑事局侦查第九大队 除暴特勤队 科技研发科以及台中市政府警察局 丰元分局合作 经过半年的跟肩 在台中市沙路区以及太平区 两处查破诈骗集团 以三个台湾籍销信 方信 以及中信主贤 透过网路雇用十四名的越南籍 逃逸移工 以及两名持观光签证入台的托团客 以假冒越南邮政局 以及公安局的话数 诈骗越南当地民众 这也是台湾首见越南嫌犯 跨境诈欺机房的非法案例 我们初步清查总共有两名 是持观光签证入境台湾 那至于是不是光红专案 因为这些名单都已经提供给移民署 所以要由移民署去做 后续的查证动作 警方共查获六台电脑 智慧型手机五十六支 平板电脑四台 Wi-Fi分享器五个 被害者基本资料八张 监视器一组 诈骗话数以及交战手册七十张 以及诈骗绩效表等不法账务 出估至少有两百名的越南民众受骗 诈骗所得约新台币一千五百万元 后续将依诈欺罪 以及组织犯罪条例移送地检署正办 开播大台北出位新闻草的话 采访报道